一辆辆的大卡车经过若是没有注意到高度限制 很容易发生意外 因此陶渊市政府交通局向交通部争取经费 设置新式超高车辆限高告警系统 与龟山与平正部分路段进行试办 那因为超高车辆撞击的门架会锁置 会影响警察安全会影响其他驾驶人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呢 我们导入了一些智慧跟科技的东西 就是说在门架之前采用了侦测设备 然后躺设这个车子已经是超高的车辆的话 我们会透过CMS图示化的预警 希望这些超高车辆不要往前行改道行驶 能够不要撞击这个门架或门架所保护的标的物 民众在马路上会依照号制灯行径 然而考量到部分路段像是巴德文昌街和打河路口 并没有一定要增设红绿灯的需求 因此交通局设置电子式交通警告标志 颜色清楚的让人一眼就看见 有一些巷道里面 它的流量或者是其他因素 它没办法设号制 所以我们装设了一种这种雷达侦测设备 主要是针对非号制化的入口 然后它视距比较不良的地方 我们透过雷达的侦测 弹线的来车 然后提醒之道呢 注意侧向来车 不管是超高车辆 限高告警系统 还是比较常见的电子式警告标志 交通局这样做的用意 都是希望能确保行车安全 限高的告警系统目前处于事半阶段 未来若是成效良好 也会陆续推广到重要的限高路段 记者有家于好语言报道